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历史最高分夺冠的表现 让世界惊叹又一个跳水天才横空出世 但也引发部分关于他的非议 当地时间8月7日 德国奥委会主席霍曼在接受德主流媒体图片报采访时 竟以全红蝉为例 声称他明确反对奥运赛场上出现儿童运动员 霍曼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声称 我不想知道这个中国女孩 三岁五岁或八岁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但我认为如果必须考虑这种培养方式 你必须对她持批评态度 图片报写道 全红蝉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奥运冠军 外界认为高台跳水是最需要苦练的项目 运动员必须完成成千上万次跳水 才能达到如全红蝉一般的高度 霍曼声称 我个人的观点是 这种不断降低参赛者年龄的方法 是没有意义和不负责任的 在高水平竞技领域 设置年龄限制仍是必要的 你在那样的年纪不参加青奥会 却在奥运会起步 这一点逻辑也没有 最后他竟总结称 在多早的年龄 你才能用这种持续且残忍的方式 强迫孩子参加竞技体育 一个孩子不可能想要那样的训练 但图片报自己在报道中指出 国际奥委会并未规定 奥运会参赛者的最低年龄 但单一体育协会可向国际奥委会申请 经批准后设定年龄上下限制 跳水项目的年龄下限为14岁 此外本届奥运会上 德国代表团也有一名滑板运动员 莉莉·斯托菲修斯与全红禅同岁 也是14岁 由于罔顾自己镇中也有14岁的运动员 霍曼的此番言论也引起部分德国网民的批评 德国奥委会主席霍曼批评全红禅14岁的年龄太小 这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德国奥委会自己派出了一名14岁的运动员参加比赛 这仍是个问题 总是这些中国人受到批评 还有为网民指出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德国队游泳运动员弗兰西斯卡范·阿尔姆西克的年龄 也不过只有14岁 实际上 当前霍曼正饱受国内媒体和民众的质疑 东京奥运会上 德国代表团以十斤十一银十六桶总计三十七枚奖牌 排在奖牌榜第九位 这是自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差成绩 对此 德国奥运代表团团长施梅尔·普芬尼表示 目前 德国体育较为重视运动的推广 而对精英体育的资助相对较少 该国竞技体育改革将从2022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德国图片报八日称 德国代表团在奖牌榜上遭遇滑铁卢 在欧洲也排在英俄合法之后 甚至险些被意大利超越 德国前几届夺金大户 如赛马皮花艇优势不在 游泳更是没有获得一枚金牌 最大的亮点是 小资维列夫成为德国第一位 获得奥运网球男单冠军的选手 并且本届德国代表队丑闻不断 包括自行车队教练喊出种族主义言论 现代五项女运动员的教练 像不听话的赛马挥拳等 德主流媒体和民众认为 霍曼存在管理问题 针对外界关于全红禅年龄的质疑 原中国跳水奥运冠军 有跳水女皇之称的高明指出 这些小孩是天才 他们是天才 你是埋没不住的 要是把他放在他们那个年龄段里 其他孩子就连希望都没有了 虽然小姑娘没参加过多少国际比赛 但他一出现 就断了好几个运动员的奥运金牌梦 他就是天才 他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 总结 天才要靠他们的勤奋让天赋显现 我们常人才能看到他们的风采 现代体育中 各项目的黄金年龄不一 如体操和跳水等项目 对体重柔韧性和灵活性要求较高 因此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偏小 德国国家体操队现有成员中 有多名运动员于2005年出生 现年仅16岁 东京奥运会最年轻的选手 是12岁的叙利亚乒乓球神童亨德喳喳 第二年轻的东京奥运会选手 是12岁的日本滑板运动员开心娜 开心娜并不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 唯一一名儿童滑板运动员 她的对手是本月刚满13岁的 英国选手斯凯布朗 这是她成为英国代表团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夏季奥运会选手 红禅性格文静 平时说话不多 她爱上跳水的原因 用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跳下去的感觉很爽 全红禅的父亲全文贸 朴实憨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 在父母眼中 全红禅非常懂事 从小就会帮忙 干家务和农活 吃苦耐劳 全文贸还自豪地说 红禅不仅是本届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年纪最小的运动员 亦打破了参加奥运会的湛江级选手 年龄最小历史记录 广东省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跳水教练陈华明 是全红禅的启蒙教练 这两天一直关注爱图的比赛情况 说起选拔全红禅的经历 陈华明记忆犹新 2014年5月 陈华明照例到各小学寻找跳水人才 来到麦河村麦河小学时 他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 有个小孩跳得很轻盈 比别的孩子轻松 全红禅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视野 测试时 身高仅1.2米的全红禅 力定跳远 跳了1.76米 爆发力和弹跳力非常好 年仅7岁的全红禅 就这样迈入了跳水的大门 跳水的感觉很爽 他喜欢从跳台上蹦起 又跃入水面的感觉 一两天不跳的话 再次站上10米台就会怕摔 所以每天都需要练习 勤学苦练 让这位起步晚进步快的天才型选手 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他聪明刻苦 性格中有一种冲劲 总是主动学习高难度动作 从不偷懒 下肢的爆发力 腰腹力量和身体协调性越来越好 陈华明说 2018年 全红禅被输送到广东省跳水队 领悟能力非常强 教练员表达技术流程后 他能完整地在脑海中构建 然后很好地呈现 在省队教练何微一眼里 全红禅了解自己的身体 理解在转体过程中如何发力 控制并压住水花 体育是身体的语言 他理解力强 表现力好 这也算一种天赋 去了省队和国家队后 全红禅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 8月5日下午 全红禅的父亲在湛江市体育馆 紧张地观看了比赛 看到他为国争光 非常开心和激动 感谢国家培养和发掘了孩子的潜力 他的成功不仅靠天分和努力 也离不开国家队教练在技术上的指导 陈华明对爱图抱有很大期望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希望这只是个起点 期待他脚踏实地地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在未来成为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从来不只有胜利和冠军 更多的其实是失败与伤痛 如果全红禅想让自己职业生涯的辉煌延续更久 那就必须懂得如何面对这一切 在赛后采访中 全红禅曾说自己不爱读书 成绩并不好 最初选择跳水也是为了逃避读书 体校的封闭训练也多少耽误了他的学业 但对于全红禅来说 未来想要走得更远 仍然需要多读书 倒不是要说跳水不能跳一辈子之类的老套话 而是因为知识积累 有助于他更好的面对人生 更科学的面对训练和比赛 叶诗文在入读清华后就表示 自己开始掌握身体以外的另一个武器大脑 认为 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肯定不能纯靠体能 要有自己的战术和想法 这届东京奥运会上的另一位跳水冠军 克服种种伤病和心理障碍的老将施亭茂 曾就读于清华副小和副中 如今是西南大学的再读博士 良好的教育经历 让他更懂得如何调整心态 无论是比赛场上还是人生路上 他曾认为文化程度偏低是个问题 在取得一定成绩后 很容易迷失自己 对于全红禅来说 向师姐学习没错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